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6年11月26日 现在是上午的11点55分 我完全不知道我为何坐在这里 我只是隐约记得 现在这个好像是个回忆室 在我公司的里面 至于昨天发生了什么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睡醒之后我整个人集 说梦了我今 一直就好像还在梦里面 发生愣了 看看你的情绪 出了什么bug 你他妈还有连主带写程序 什么bug啊 公司老天的程序不是一千几百个bug 什么bug 你自己看看自己写的代码 你他妈少写个空格知道不 擦不就是空格嘛 改改不就好了吗 改 动动嘴就改好了 我告诉你 这多归是我发现了 要是放在那妈客户了 这那妈服务器都炸了 懂不懂 什么渣 什么渣啊 这里又不是伊拉克 这种事情已经经常发生了吗 赶紧滚 明天别来了 别来了我看到你 是 顶 今天也是第一经第一百年一次被经理这个混蛋 骂到当众的骂 没有了份工 我就知道什么都没有了 人又老 钱又没有 遲些老婆又走路 等一会儿 我女朋友就会打电话过来跟我分手 你听我解释好吗 你使用我人穷冒愁极其苦口 我想这只是个 借口吧 我知道你其实早就跟高队好在一起了 你们自从3月8号一起参加的去位运动会 就在一起了是吧 而且现在还没做定期的二四六七月会 我真的不是变态了 也没有跟踪你这么无聊 只是 这已经是 第101次 你跟啊 跟我说吧 然后分手了 我只是想试着再一次努力去挽回你了 别怪啊 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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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啥事啊 有事找你呢 在哪里啊 哎呀 我还在公司加班呢 哎 开除嘛 哥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几个月前兄弟不就是写脚本多强了公司 两代万载QQ台就被开除了吗 哎 不过哥 你那么有才路子那么野 到哪里都能混得很好的 哥 什么事这么急啊 你看我还在门着修爸的呢 我是过来跟你讲 我被困在今天了 别逗了你 现在又不是愚人节 而且我们昨天不一起在楼下快乐园吃饭吗 那不是我第一百零一次来说服你 我被困在今天了呀 哎 我才第一次听你说这个笑 我说点批框 让你信不信吧 昨天晚上 你跟刚认识的女朋友去玩了一个晚上 然后大晴天 你开了辆货车 就有两样夏丽 还赔了五十块给别人 两个星期前 你还去了广众女男子医院 因为你觉得你下面 要不要脱下去啊 另外 我还知道你是弯的 你喜欢了我们公司的通理 通理在来我们公司之前 其实是做公关的 他派过三个女朋友 李李 乌喜 琳达 他在大晴天才跟女朋友分手后 他就知道自己喜欢吃男的 要不要打个电话给通理看看 他使不喜欢你 你知道我刚改的手机解锁密码 我还知道更多了 等一下通理会从那里走进来 跟你说咖啡机快了 一边说还一边摸你的虫 你等着看吧 真的吗 杰克 咱的咖啡机又坏了 哎呀 我还在修bug呢 有时间帮人家修一修呗 我靠啊 我还知道 我还知道 好了好了 打字 我信了 不过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 首先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而且我知道你们预警特别的你 你有很多做微商的朋友 我希望你把我的故事发到朋友圈上面 这样的话 或许有人看到了可以帮到我吧 可是像你这样不是很好吗 可以随便吃想吃的东西 泡想泡的妹子 做爱做的事 我还巴不得想过你这样的生活呢 你不懂 我曾经试着放下套 在循环中寻找乐趣 但是现在的生活和世界对我来讲 每一天都是一样 我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了 我是一个没有明天的人 你明白吗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希望这样的生活呢 可能是受到了 我刚刚勾起了外星文明的一个诅咒或者愿望 愿望 有哪个人会希望自己的生命停留在某一天呢 当一个人承受了极大的快乐和痛苦的时候 就希望有些事情可以重新来过 我就希望能够 你希望和米拉娜和好 可是她已经死了呀 今天中午才发出来的新闻 我知道 哦 对哦 你每天都要经受这样的痛苦 你所曾经过的痛苦或许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不如你想一下你在米拉娜的自杀中起了什么作用 你该如何去弥土这一切呢 我其实试过往回的 往回 我会真的有用吗 有时候越想着纠错 就越会量成更大的错误 哦 或许只有毁灭 你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毁灭 那我应该怎么办 毁灭 兄弟跟你开玩笑的了 哎 你放心 我会帮你写文章发朋友圈的 不过别的我真的帮不了你 哦 对了 我有个搞长销的朋友 他认识一位电视学专家 杨永信教授 他可是拯救了全宇宙成千上万的王尹青少年 我觉得他一定能够帮助到你的 算了吧 算了吧 不要啊 没有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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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